花蓮的华王食品岁末年中 再度和民意代表攜手 自贞了羊肉炉给花蓮市清洁队 感谢队员们终年的辛劳 市长魏嘉贤也颁发了感谢状 同时强调清洁队员 在第一线担任亲近家园的重任 是维护花蓮世荣的重要兼兵 在辛苦工作的过程当中 也感谢各界的关怀 热腾腾的羊肉炉端上桌 香气四溢令人垂涎不已 正式县员吴东升 市民代表黄达翔 江如林 陈辉清 还有华王食品业者等人 来慰绕清洁队所赠送的羊肉炉还有馒头 为了体恤我们清洁队员工的辛苦 所以东升跟代表会的同事 我们大概从八年还是九年也忘记了 我们夏天会送冰棒或者是矿泉水 那冬天最具代表意义的 当然是羊肉炉 也希望能够丰盛他们在辛苦的时候会想到 还有这么多人认同他们 赞同他们 希望这样子可以持续做下去 也再次的感谢志工所 还有代表会对清洁队的支持 因为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清洁队 这每年都会帮我们做各类的清洁活动 那导致我们现在的环境都非常的整洁 那我们整次抛砖引玉 那希望大家也能够也来关心我们的清洁队员的一些福利 很开心今天能跟东升议员一起来关心清洁队 那清洁队在平日的时候非常的辛苦 甚至是在假日的时候都加班来维护我们花蓮市的市容 那期盼往后呢 能跟东升议员还有我们代表会其他同仁 一同来跟我们清洁队的队员一起努力来守护花蓮让花蓮更好 那今年我们一样照往例就是跟着东升议员一起来送这羊肉炉还有馒头 让他们能够一个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怀关心 那在长久以来也谢谢我们清洁队员他们的辛苦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健康问题 那我们今年也有正式提案 希望说我们施工所能够编列更多的预算 让他们有健康检查的费用比较高一点 那也希望他们能过得更好 市长魏嘉贤颁发感谢状给华王食品业者 也感谢多位民意代表在岁末年中来慰绕清洁队 那在我们整个清洁队的工作 尤其是锦罗密鼓将要进入到年底非常重要的国家清洁周 那所有的队员都上井发条 而且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个好年来过 所以清洁队员开始都在做一些前置的一个工作准备当中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谢谢 那曾经担任过市民代表的我们吴东升议员 还有我们市民代表会 我们很多位的代表 共同来关怀我们清洁队员 也给清洁队员打气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队员除了在工作之余 也能够享受一些美食补充自己的体力 那也要特别感谢 最近有很多的单位都来关心关怀我们清洁队员 我们也希望未来清洁队员 更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上努力打拼之外 也希望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市长表示清洁队员在第一线担任清洁家园重任 是维护花莲市容的重要兼兵 而这几天送多北季风 还有南方云系影响气温骤降 有可能创入冬以来最低温 华王食品和民意代表们提供的羊肉乳 正好让清洁队员们可以暖心暖胃 借旅会幻视报道